8月27日《一场影影报》为主题的正许网络大电影发布会在温州如期举行 正许影视在影视界已经生根11年 从纪录片《温商突围》《钱多多嫁人记》《朋友圈》到2016年的毕业季 每一部作品都能热卖上线播出成为圈内的热点话题 发布会现场正许影视项目总监金明玉向外界公布了该公司2017年网剧投资制作计划 并公布了2016年将要制作上线的影片片单 其中十部网络大电影成为当天发布会的焦点 十部网络大电影中部把青春热血制作 爱情是古往今来永恒不变的话题 无论什么时候爱情故事都不会过时 从各大主流视频网站的点播数据分析 爱情故事占有压倒性的优势 而带有恶搞元素的爱情故事 更迎合新生代的娱乐消费喜好 最近比较嗨我是你的赠品 破处之旅 美女鸡尾酒 这几部青春爱情恶搞题材 是郑许全力要打造的网大新作品 奇幻类作品是最容易擦枪走火的网大作品 剧本创作和故事的情节设计 直接影响产品能否有较好的网络点击率和评分 睡美人的故事核心就是颜值高的人要多交税 颜值高凡事处处皆顺道 神爱请再给我三天时间 不要脸之魔装师 60秒辽媚记都是以新生代青春期生活矛盾和奇幻体验做卖点 值得期待 而每一部惊悚悬疑都要有值得推敲和烧闹的剧情为前提 吸引青少年的猎奇和探索欲望 恐怖语言小说讲述了一位作家写的悬疑小说中的情节都变成了真实的死亡事件的故事 融合了悬疑推理和惊悚的元素 情节烧闹而又刺激 民间道则是另一种风格讲述一位极其迷恋推理的大学生 在意外死亡后成为民间密探 而后重返杨坚调查杨坚的鬼魂作恶事件的故事 反差强烈情节迷离 增加网大作品的观赏和娱乐价值 郑徐影视董事长松荣在发布会上表示 2016年郑徐影视在投资制作传统影视剧外 还涉足网络剧和网络大电影等市场 谋划网络大电影和传统电视剧全媒体生态链布局